第35题,室温下佩玲在一杯水中加入大量食盐,持续搅拌后发现水中还有很多未溶解的食盐,已知食盐在水中会解离成钠离子与粒离子,下列关于此反应的叙述何者正确? A,此反应无法达到平衡,这个是错的,可逆反应在定温密闭的环境下,最终一定会达到平衡,所以选项A是错的。 选项B,当水中食盐不再减少时,表示食盐不再解离了,这个也是错的,我们的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是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,正反应跟逆反应都在持续进行中,称之为动态的平衡,所以当食盐不再减少时,我们仍然会有氯化钠解离成钠离子跟氯离子, 而同时钠离子跟氯离子又会继续的结合成氯化钠,选项B是错的。 选项C,水中刚加入食盐时,上述反应速率正反应大于逆反应,这个是对的。 我们一开始加入食盐的时候,水中并没有钠离子跟氯离子,所以也不会有逆反应,而我们食盐不断的溶解在水中,它就会不断的解离成钠离子跟氯离子,所以我们就看到正反应速率大于逆反应速率,一直到它们达到平衡为止,正逆反应的速率会相等。 所以选项C是对的,选项株,加入食盐越多,解离后水中的钠离子浓度与氯离子浓度会越大,这个是错的。 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,我们的盐巴不断的溶解,这个时候我们的钠离子的浓度跟氯离子的浓度就会持续的增加。 但是像题目所说,还有很多未溶解的食盐,这个时候它已经达到了平衡状态,我们钠离子跟氯离子的浓度都不会再增加了,也不会再改变了,所以选项出是错的。 所以35题问我们,下列关于此反应的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水中刚加入食盐时,上述反应速率正反应大于逆反应。